Hello,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最近最热门的旗舰机应该就是三星的Galaxy Note10系列了 这个机器已经是什么先行的计划,或者说全款预售已经开始 很多小伙伴都问我们小白该怎么选,选哪个需要注意什么 但是这台机器我是没有提前拿到 不过一些偶然的机会我已经把握过这台机器了 这期短视频我们就一起去线下再去好好体验一下 然后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什么屏幕方面,大小的选择,还有就是5G方面 很多小伙伴都给我们发来了很多问题 这期我们都给你集中解答 OK,不客观正体验,小伙伴测评 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三星Galaxy Note10系列,马上开始 第一个问题是Note10的上手质感如何呢 首先的感觉就是方正,非常男生,非常阳刚的感觉 我个人是对这种非常方正的机型没有丝毫抵抗力 大号的Note10 Plus很大,单手肯定是不行的 小号Note10只有6.3寸,单手还是OK的 正面视觉的光感非常好 二能神的中间挖孔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突兀 相比于S10 Plus前置的两个脸孔 我还更觉得二能神更自然一点 机器的四边边框都非常窄 拿在手里真有一块玻璃的感觉 但因为前后都是曲面设计S10 Plus上中框各手的感觉还是有的 但是要比之前好了一些 7.9毫米的厚度,上手总体的质感还是非常精致的 198g的重量对于6.8寸的Note10 Plus来说也不算太重 那个4300毫升的电池 小号的Note10是3500毫升的电池 最高是27瓦的充电 大号是45瓦 两款手机的上手感,小号肯定还是占优势的 第二个问题 Note10和Note10 Plus大小屏幕的体验如何? Note10 Plus屏幕素质相当不错 基本上和S10 Plus是一样的HDR10加 我这次争议最大就是Galaxy Note10 这个田店里并没有展示机 但是之前我是已经见过了 大家主要纠结的就是1080p的屏幕 因为在6.3寸的机器上其实看着也没啥问题 但是心理上还是有小坎的 因为毕竟不是2K 精细度上肯定还是有差别的 还有就是价格 屏幕变1080p缩水 但是小号的Note10先行者6999的售价 可是一点都没有缩水 第三个问题 曲面屏的体验如何? 大小两个屏幕曲率都很大 也就意味着曲面都很小 这就避免了1加7 Pro上那块屏幕几乎所有的问题 误触很少 上手过程中没有出现误触 屏幕曲面两侧绿边的问题也非常弱 在Note10 Plus上正面几乎没有 只有在斜色角度的时候会出现一点 也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第四个颜色选择 这次Note10只有三个颜色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白色 这次主要颜色原谅我不太喜欢 实在是太花哨了 虽然我很喜欢莫奈的画 而且肩面纹理也非常不明显 海帮上那么好看的颜色 我是怎么也没看出来 这个背壳几乎全是反射色 喜欢霓虹色的女生应该会比较喜欢莫奈彩 剩下的就是黑白色 都是第六代大猩猩玻璃 黑色太平淡 白色相对来说比较有质感 我们工作室是订了一台小号的莫奈彩 和一个大号的白色 第五问题 Note10的摄像头 由于是在店里体验 所以说没办法给大家拍张张了 前置的二浪身镜头是MX374 后置上这次Note10系列 并没有延续横向排布摄像头 可能是因为之前S10 Plus已经给用过了 而是数值排布 所以看起来非常像华为的P30 Pro 小号Note10后置三摄 大号Plus后置四摄 多了一颗TOF镜头 和闪光灯放在一起并不太明显 至于实拍 后期我们买到自己的机器之后 会一起给大家做体验 第六个问题 其他配置和Note10的5G情况如何 两台都是85的处理器 并没有上85Plus 但根据我们目前体验85Plus的情况 其实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手写比上这次多了一些隔空演示 我个人觉得使用性并不大 很多人这次定动的是Plus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想率先体验5G 这次Note10并不支持5G Plus版的5G 也仅支持NSA组网 俗称的4G升级的5G 不是SA组网的纯5G 很多小伙伴担心 什么后期不能用的问题 回答大家根本没有 运用商这边已经官方回忽 国内前期的5G 为了加快铺设进度和节约成本 基本上都是商用NSA组网 同时发展SA组网 想率先体验5G的小伙伴 只要你的城市 基站已经布的够多了 就可以尝试 但相广深的5G铺设的比较多 而且也都是点状分布 其他城市真的是很少很少 如果你想第一波体验5G 那么购买Note10 Plus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在它的生命周期之内 NSA组网和SA组网 基本是同步进行的 OK简单总结一下 这次Galaxy Note10系列并没有什么黑科技 没有什么新技术 提高屏占比增加5G 还不是两个 这屏幕还有缩水 都是相对比较传统的迭代 购买建议上肯定是首推Note10 Plus 但是8,299的售价 我个人觉得确实比较高 我建议如果不是兴奋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确实都是传统升级 可以再等一等价格 或者说等一等港版会便宜不少 如果是单纯为了5G 其实应该在一年之内 你的大部分场景都是4G的 当然这大小两台机械 我们小白测评都已经购买了 到货之后会继续给大家做深度的分享 除了视频的最重要的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 小白测评 每日新鲜资讯 每日云 还有我们的数据库小程序 现在已经是正式上建 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点击进入 已经发售机型的实测数据 都已经更新到了我们的数据库 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之一 提问欢迎大家 关注我们的B站 小白测评 新浪微博 小白测评